第1071章云地之期 放了尼菩萨后 云青年跟其灵便离开了 不过云青年也临时改变了行程 没有前往赢家 而是往天明大陆的方向飞去 天明大陆与天心大陆不同 他们的空间结构 最多能容许真仙巅峰的强者存在 保守起见 云青年只去了一个身体 这样就算出现意外 也能通过另外一个身体复活 两个身体分开后 星空巨兽的身体 便动身返回天剑宗 人生云青年则在 朝向天明大陆的上古战场里面 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度心魔仙杰 云青年会临时放弃 前往云家 就是因为压不住心魔仙杰 他要彻底降临了 如果在负面云家的途中 心魔仙杰爆发 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空 毫无预兆地 苍穹之上 突然降临一道雪光 一下子就将云青年笼罩了起来 云青年身旁的麒麟 第一时间就感受到了 一股让他为之心计的力量 老大这一次 面临的心魔仙杰 也太恐怖了吧 麒麟忍不住择舌道 当然 择舌归择舌 麒麟知道云青年为何会遇到 这么恐怖的心魔仙杰的原因 云青年这次 从洞天境极境 并非按部就般地突破 而是为了加快突破时间 在晋级所需的能量足够的情况下 又强行服用了半斤左右的 仙灵之夜 来强行加快突破的时间 换句话来说 云青年这次遇到的心魔仙杰 将会前所未有的恐怖 老大的修为 被强行禁锢了 麒麟瞳孔一缩 仅仅睡膝间的时间 云青年身上的修为 就被苍穹之上照射下来的雪光封印 封印修为的心魔仙杰 很早以前 老大遇到过一次 麒麟低声说道 清理则微微松了一口气 度过一次的心魔仙杰 对老大而言 应该没什么难度 怎么回事 朱的 麒麟面色又是一变 因为他发现云青年的意识消失了 该死的 老大这次面临的心魔仙杰 是双管旗下的心魔仙杰 麒麟的面色难看到了几点 云青年意识消失 说明被强行拉入了幻境幻境 换句话来说 云青年这次面临的心魔仙杰 除了修为被封印 同时还要熬过幻境 麒麟的神情 变得异常的紧张 他再次肩负起了护法的责任 这时候 如果有外敌来犯 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麒麟出手 将云青年为中心 方圆百米的地面切割了下来 而后 他带着这块地面 往虚空生去 随着两人上升的距离越来越高 周围大风变得愈加冷冽 麒麟放出仙灵之力 牢牢将云青年护在中心 一个时辰后 麒麟已经带着云青年 小心翼翼地飞到了星空之上 星空 已经脱离了天星大陆的范畴 尼菩萨 使龙等人就算追来 肯定也想不到 我跟老大来到了星空之上 麒麟低声嘟嚷道 星空的面积 比天星大陆大太多了 在星空上找人 比大海捞针都要难上千万倍 外敌来犯的几率 微乎其微 眼下最关键的 则要看 老大自己 能否度过心魔仙节了 麒麟低声说道 幻境里面 云青年的身影 出现在了藏神渊里面 无数的粉种 漂浮在空中 卧踏在地上 河流中 每一个粉种里面 都埋藏着一个神的尸体 你来了 一道冰冷至极 但却极为悦耳的声音 突然在云青年的耳边响起 李染竹 听到声音 云青年的呼吸变猛的一致 不对 你不是李染竹 云青年梅雨也冷了下来 是的 我不是 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如果仅仅是听声音 跟李染竹没有半点的区别 这是五千年以后的藏神渊 冰冷至极 但却极为悦耳的声音在此开口 五千年 云青年低声嘟嚷 有些意外 他怎么会出现在五千年后的藏神渊 朱的 云青年似乎又想到什么 脑海突然迷糊了下来 出现在藏神渊之前 前一刻的他在那里 怎么回事 我怎么记不清 我是如何来这里的 而且来这里之前 我又在哪里 云青年还在心里疑惑的时候 那到声音再次开口了 你也来过藏神渊数次了 难道没发现 这一次的藏神渊 与你以往见到的藏神渊 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不一样的地方 云青年嘀咕一声 目光看向了四面八方的坟种 身为先帝 云青年的记忆 说是过目不忘都不为过 他顺着记忆中的坟种 一个个扫射过去 藏神渊荒芜无无比 天空灰尘 栖身在这里 思绪都会受到影响 变得莫名的悲凉 云青年记忆中 看过的坟种 每一个都摆放在相同的地方 天空之上的坟种 是漂浮着 但它们再怎么漂浮 彼此之间的顺序 距离都不会变 这一点 云青年很早以前就已经确定 天空之上漂浮的坟种 每一个都被云青年扫视过去后 云青年又将目光 移到了浑浊的河流里面 很快 河流里面的坟种 也都被云青年看了一遍 以天空上漂浮的坟种一样 河流里面的坟种 也跟云青年记忆里面的一模一样 接着 云青年又将地上的坟种 每一个都看了过去 结果 还是跟云青年记忆中的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 这些坟种没有问题 没道理啊 它既然说有不一样的地方 就一定有不一样的地方 云青年嘀咕嘟嚷 因为对方如果要耍他 没必要拿这种低级谎言来耍他 怎么 你没发现吗 冰冷至极的声音 再一次响起 只不过这次 多出了几分讥讽 感觉到这里讥讽 云青年心里出现了莫名的不安 心里 也在这一刻 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我现在站在那里 为何能俯瞰藏神渊的全局 云青年这才发现 他站在一块巨大的石碑上面 而这块石碑 是他记忆中不存在的石碑 走到石碑后方的边缘 云青年往下看到了一个粉种 一个比四周粉种都要崭新的粉种 云青年的心 在这一刻莫名一咎 他连忙改变方向 跑到了石碑前方的边缘 而后 他看到了一排让他为之窒息的文字 云帝之漆里染竹之木 第1072章 我会屈服吗 幻境外面的麒麟 彻底慌了 丧失意识 进入幻境的云青年 身上突然弥漫出一股悲凉的气息 沐浴在这股气息之下 麒麟的情绪也变得莫名的低沉 想要哽咽 却又发现鼻子堵着 怎么会这样 老大在幻境里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麒麟慌了 云青年身上弥漫出来的悲凉的气息 让麒麟觉得 云青年像是心死了一般 怎么会这样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以老大的心性 哪怕天塌了 他都会坦然面对 为何现在老大会出现这种情绪 麒麟慌了 急了 可偏偏他又什么都做不了 一瞬间 麒麟脑海响了很多很多可能 最终 麒麟的思绪 定格在一个人身上 李染竹 能让老大出现这种情绪 唯有李染竹 莫非幻境里面 李染竹又伤害了老大 不对 老大现在的情绪 是哀莫大于心死 这不是被伤害 而是陷入某种绝望 麒麟脑海 讲到了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 云青年的幻境里面 李染竹下架他人 还有一种是 李染竹死在了云青年的幻境里面 麒麟继续分析 如果是李染竹下架他人 以麒麟对云青年的了解 云青年首先做的 肯定是抢回李染竹 如果李染竹宁死不从 云青年就会放手 而后希望李染竹幸福 若是这种情况 云青年会心死 但绝不会悲凉到这种程度 也就是说 最大的可能性是 李染竹死在了云青年的幻境里面 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 莫过于生离死别 也只有生离死别 才会让云青年悲凉 心死 以及绝望 心魔先洁的幻境 并非单纯的幻境 绝大多数是重复以前的记忆 已有极其少数的情况下 将未来的画面 通过幻境形式 让人提前经历 麒麟低声嘟嚷 老大现在经历的 很可能是来自未来的画面 麒麟虽然将大致的情况 分析了出来 但他也只是分析 根本就帮不了云青年什么 能否度过心魔先洁 主要还是看云青年自身 云帝之七里染竹之墓 云青年看到这排客字后 整个人都为之窒息 上面的字迹 他太熟悉了 熟悉到 他一眼就认出 这是出自他自身的字迹 怎么会这样 李染竹怎么会死 不可能 这一定是假的 一定是假的 李染竹是众神之主 整个宇宙的生灵都死了 他都不可能会死 云青年低声嘟嚷 根本接受不了这一幕 他的呼吸 他的心跳在这一刻都停止了下来 一片死寂的葬神渊 突然刮起了呜呜呜的大风 将四周荒芜枯寂的气息卷动 云青年洞也不动地站在高高的石碑上面 一头长发被风卷动 身上穿着的红色长袍 则在嗖嗖响动着 云青年的脑海 物质地浮现出了 他与李染竹相处过的一幕幕 两人的第一次相遇 两人的第一次邂逅 两人的第一次交好 最时光仍然 但哪怕现在回想起来 云青年都记得第一次与李染竹相遇时的悸动 那应该是一见钟情吧 接着 云青年的记忆 逐渐走到了 他与李染竹的最后一次分别的场景 李染竹服下了 加入了忘情丹的祝神丹 服下这梅丹药后 从今往后 李染竹就会彻底忘了云青年 相够已失 相如已末 还不如相望于江湖 云青年都壤 这是他们决别时的话 可如果彼此心间 纵然身处风雷雨 坚信朝阳必在遇 决定决别后 两人又都给了对方最后一个机会 那就是彼此心间 迟早能够再次相遇 以及再次相爱 蒋卓想着 云青年突然哭了 血色的眼泪 从他眸子一出 我不要你死 哪怕我死 我都不要你死 李染竹 你为何这么残忍 忘记的机会 我给了你 你为何还要抢在我之前先死 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 云青年哽咽地说着 到最后 整个人甚至嘶吼了起来 这一刻的云青年在恨 恨李染竹自私 明明都让他忘了他了 为何还抢在他之前先死 这不是把所有的痛苦 留给云青年一个人承受了吗 除了恨 云青年更多的 却是绝望 那种绝望 是看不到希望的绝望 仿佛少了李染竹 这个世界 就没有值得他留恋的东西 云青年抱着石碑的一角 从石碑上滑落到了地上 云青年仰起头 目光无神地 注视着那行让他为之窒息的客字 云地窒息李染竹之木 云青年就这么呆呆地看着 也不知时间过去了多久 他感到困了后 就依偎着石碑睡着了 幻境里面 睡着的云青年 突然又做了一个梦 一个很甜很甜 让他永远都不愿醒来的梦 幻境外面 已经过去了三天三夜 幻境里面 云青年也一直在沉睡之中 他嘴角带笑 整个人依偎着李染竹的墓碑 五千年后的未来重现 突然 一道看不清面容的伟岸身影 降临到了葬神渊里面 他出现后 也注视着李染竹的墓碑 他的双手 紧紧地握住 因为握得太紧的缘故 隐隐地 较能听到咯吱咯吱的声响 出的 他突然放声大笑了出来 笑得撕心念肺 笑得疯疯癫癫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以为让他提前收集风魔碑 就能牵一发而动全身 以微弱之力 改变整个未来 我以为 我以为 哈哈哈哈 原来一切都是枉然 他还是死了 还是死在了五千年后 就连墓碑 都是 金手刻下的 哈哈哈哈 不过 你们真的以为 我会屈服吗 伟岸的身影笑完后 身上突然席卷出了 足以道转山和 逆流时光的力量 第1073章天明大路 坠梦中 云青年迷迷糊糊糊地 睁开了双眸 云青年的状态虽然迷糊 一副刚睡醒的样子 但他的思绪却异常的清明 我不是施展了龟西大法 永远沉沦于睡梦中 为何还会醒来 云青年醒来后 心里就出现了疑惑 因为李染竹的死亡 他整个人陷入绝望 因此施展了龟西大法 决定永远沉沦于编织的梦境里面 正常情况下 除了云青年自愿醒来 任何外力都不能强行将云青年唤醒 但现在 云青年醒了 不是他自愿醒来 而是被人强行唤醒的 等等 云青年似乎想到什么 双眸突然一鸣 我现在是在镀 青魔仙结 说出新魔仙结四个字后 云青年的双眸 更加疑惑了 正常情况下 镀新魔仙结的人 是不会知道他在镀结的 有人来过这里 有人来过我的幻境 云青年心里猛的一领 有人将我从龟西大法的梦境中唤醒 也是这人 让我知道了 这里是在心魔仙结的幻境里面 书的 云青年心里 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唤醒他的人是谁暂且不提 让他知道这里是心魔仙结的幻境的人是谁暂且不提 云青年现在在乎的是 李冉竹还没死 至少 现在的李冉竹根本没死 死的是 五千年后的李冉竹 这个发现 让云青年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只要眼下的李冉竹没事 那就够了 一切就够了 至于五千年后的未来 云青年相信 他一定可以改变 哪怕要他付出生命为代价 他都要改变 也一定会改变 幻境外面 一直交集地 关注云青年状态的麒麟 锦璇的心 突然松了下来 云青年身上的悲凉的气息 突然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 是一股安详的气息 从云青年身上弥漫出来 从气息来看 老大师度过心魔仙结了 麒麟嘀咕一声 整个人如是重负的坐到了地上 转眼 又是四天过去 距离云青年丧失修为 进入心魔仙结的幻境 已经过去了七天 就在第七天的中午 麒麟突然发现 云青年的两眼的眼皮子 微微动了一下 麒麟心里一喜 他知道 老大终于要醒来了 转眼 又过了半刻钟左右 云青年身上的气息 逐渐恢复了波动 从一个毫无修为的普通人 逐渐变回了 尾先一层的舞者 老大 麒麟 云青年睁开眼的瞬间 他跟麒麟 分别第一眼看到了对方 麒麟眼中全是激动 以及如是重负之色 对如今的麒麟而言 云青年其实只是他老大 更是他甘胆相照的兄弟 对麒麟而言 唯有什么 能比云青年安然无恙更重要了 云青年看到麒麟脸上的神情后 心里也是一暖 而后用歉意的口吻说道 麒麟 让你担心了 不担心 老大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哈哈哈哈 麒麟说着 突然兴奋的笑了出来 云青年伸出一只手 轻轻抚着麒麟的额头 他知道 麒麟这一次 是真的担心了 因为他只差一点 就永远沉沦于幻境之中 两个时辰后 云青年跟麒麟 重新踏上了前往天明大陆的道路 云青年没有隐瞒麒麟 将他在心魔仙节的幻境里面看到的一幕 告知了麒麟 麒麟听完 陷入许久的沉默 而后才说道 老大这个幻境 明显是来自五千年后的预言 如果按照正常的轨迹发展下去 李染竹真的会死亡 而且也是由老大亲手埋葬的 云青年微微点头 所以 我想改变这一切 不只是李染竹 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我都不会容许他们出现半点意外 无论云青年还是麒麟 心里都很清楚 想改变这一切就需要实力 他们在天心大陆 待的时间太久了 算下来 已经一年都不止了 按照仙界跟天心大陆的时间比例来看 仙界现在 都过去千年了 老大 此行去天明大陆 把你要做的事情 全部做完后 我们马上就回仙界 也只有在仙界 我们才能用最短时间来恢复修为 天心大陆哪怕再神秘 也终究是凡人界 资源拍马都追不上仙界 麒麟缓缓地说道 云青年微微点头 赞同了麒麟的话 他此行去天明大陆 要做的事情很明确 第一件事 就是找回那天界 因为那天界里面 放着云青年身为先帝的大部分积蓄 第二件事 则是找到彩儿 苏徒徒 陈上上 询问他们是否愿意 与自己回仙界 最后一件事 就是斩杀封清阳的本尊 清和老祖 云青年想携带亲人 朋友带仙界 就必须要借助生仙台 而生仙台已经认封清阳 或者说清和老祖为主 云青年想动用生仙台 就必须杀了清和老祖才行 云青年跟麒麟 通过撕裂空间 赶了一天一夜的路后 终于来到了天明大陆 来到天明大陆的第一时间 云青年跟麒麟 就感觉到了整片天地 与前一刻的不同 先说空间结构 天明大陆的空间结构 比天新大陆要稳固太多了 在天新大陆 云青年跟麒麟 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就随手撕裂空间 但在这里 他们虽然也能撕裂空间 但却变得艰难了许多 至少做不到不费吹灰之力 哗啦啦 麒麟突然落到地面 随手挖出了一把土壤 只见土壤里面 全都是盎然的生机 给人的感觉不像是泥土 而是磨成粉的灵药 不愧是能容纳真仙巅峰的世界 连土地品质都远在天新大陆之上 麒麟由衷地叹了一口气道 云青年也在旁点了点头 相比天新大陆 天明大陆说是舞者的天堂都不为过 云青年也从空中落下 站在了麒麟身旁 而后闭上眼睛 放出所有的感知 片刻后 云青年说道 我感觉到了 那天界就在这个世界 第1074章捕捉天意的局 只是奇怪了 云青年眼中出现几分疑惑 我能感应到那天界 就在天明大陆 但却感应不到他具体的位置 这种感觉就像是 冥冥之中有股力量 蒙蔽了那天界的藏身之地 一旁的麒麟文言 陷入了短暂的沉思 好几十个呼吸后 麒麟才缓缓说道 老大的那天界 是先帝级别的法宝 与老大又与灵魂契约 正常情况下 只要在同一个星球 就能感应到对方的存在 天明大陆的封顶修为 只是真仙巅峰 哪怕是千百万个真仙巅峰同时出手 都做不到切断老大跟那天界的感应 云青年微微点头 人力不可能 屏蔽我跟那天界之间的感应 所以我推测 很可能是天明大陆的天意在搞鬼 每一个生命星球 都会滋生天意 也正因为天意的存在 生命星球才能按部就班的运转 天星大陆属于最底层的生命星球 虽然有天意 但它的天意 智慧不高 只能凭借本能维持星球的运转 但天明大陆不同 天明大陆的天意 智慧很可能不在成年人之下 云青年怀疑天明大陆的天意在搞鬼 是在怀疑 天明大陆的天意 对那天界起了觊觎之心 老大 如果是天意在搞鬼 那想找到那天界 可就棘手了 其林语气宁重道 却是棘手 但也只是棘手而已 云青年缓缓说道 只要我们逼天意现身 利用正法将他拿下就可以了 如果云青年这席话传出去 肯定要吓死一大票人 在所有人眼中 天意都是高高在上的存在 是世界上最至高无上的存在 云青年现在竟然说 要勤下 天意 麒麟立马就接话道 想拿下天明大陆的天意 至少需要困住大罗金仙的正法才行 我们可以用天阳火 青年地心火 以及我的混沌之火为阵眼 同时再开辟出一个独立空间 引天明大陆的天意入内 然后布下天龙阵 云青年微微点头 天龙阵足以困住天明大陆的天意 就这么干了 精进几句话 一人一兽便已经商议好了 拿下天意的事情 云青年有斩天神剑在手 可以直接用斩天神剑开辟独立空间 天阳火跟青年地心火 就在人身云青年的体内 混沌之火也在麒麟体内 布置天龙阵的时候 马上就能使用 布置天龙阵用到的 其他辅助材料 云青年的灵罗界里面也都有 云青年跟麒麟 现在要寻思的 只剩下一个 如何逼天意现身 麒麟悠悠的看向云青年 老大 你心里应该有法子 逼天意现身吧 云青年微微点头 逼天意现身其实很简单 只要让他感觉这个世界有毁灭的危机 他就会现身抹杀掉这个危机 麒麟文言 眼中猛的一亮 云青年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他要是还不懂 也不配当云青年的兄弟了 当下 云青年便借助斩天神剑 花了一天的时间 开辟出了一个 能够容纳千万凡人生活的小空间 接着 又在这片空间四周 埋下诸多布阵材料 最后 将天阳火 青年地心火 以及麒麟的混沌之火 放在了小世界中心充当阵眼 又过了半天 天龙阵已经开始运转 在小世界里面 云青年就是神 哪怕是大罗金仙 在小世界里面 都会任由云青年揉捏 云青年在小世界里面 制造了一个直径100多米的黑洞 接着 又用天龙阵压制他 让他以缓慢的速度成长 黑洞已成 虽然在小世界里面 但天明大陆的天翼 肯定已经注意到了他 我们先放任他慢慢成长 成长到 天翼不得不出手抹掉他 云青年低声说道 一旁的麒麟微微点头 也没问云青年为何 不一下子制造出恐怖级别的黑洞 既然是钓鱼 就不能心急 如果一下子 就放出直径万米的黑洞 不仅会引起天翼警惕 云青年跟麒麟 还可能会玩火自焚 直径百米的黑洞 他们能随时制造 也能随时毁灭 但直径万米的黑洞 可就脱离他们现在的修为 能够掌控的范围了 我已经在这里留下了一里神石 只要天翼现身 我们就能第一时间知道 至于现在 我们先去天明大陆转一转 顺便打听一下彩儿他们的消息 云青年说着 已经带着麒麟 离开了小世界 从小世界出来 云青年跟麒麟 就往天明大陆的中心区域飞去 一路上 云青年跟麒麟 都是飞行赶路 没有撕裂空间 在这里撕裂空间 消耗颇大 用来赶路完全没必要 云青年跟麒麟 在空中急速飞行 下方大地 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原始大森林 时不时地 两人耳边 就会传来震耳欲聋的售吼声 这里应该是天明大陆的一处险地 这一路下来 人先级别的凶兽 我们就遇到好几只了 麒麟开口说道 他们遇到的人先凶兽 可不是天心大陆那种 通过大陆馈赠的气韵 即身为人先的凶兽 这里的人先凶兽 是实打实的人先凶兽 随便拎出一只放在天心大陆 都能造成恐怖的灾难 一转眼 两人已经在这片原始大森林上空 飞了将近半个小时 现在遇到的凶兽 越来越弱了 普遍是人王敬的凶兽 偶尔才会出现一两只人王敬的凶兽 麒麟又低声说道 没意外的话 这里已经是这片荒陵的中外围区域 恩 前面有人 两人的神石里面 发现了两个人 正在考一只人王敬的凶兽 这两人都是洞天进九层的修为 气血澎湃 仅仅是通过感应他们的气息 就能知道他们战斗力惊人 都算是同皆无敌的存在 这两人正在低声交流 不过都相互防备 时刻警惕对方 云青年跟麒麟的神石捕捉到了他们的一部分对话 大概意思是说民主陨落一个时代 他留下的传承终于开启 他们都有幸误入过传承之地 在里面获得了机缘 第1075章 吞天明诀 民主 传承 这些内容 都没能引起云青年跟麒麟的重视 可就在云青年跟麒麟 打算从他们头顶飞走的时候 一个小变故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原本正在对话的两人 几乎是同一时间出手偷袭对方 空 原本偷袭的重掌 与对方的重掌撞到了一块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也正是这一幕 引起云青年跟麒麟的注意 两人出招的手掌 双双涌出巨大的吸扯之力 要吸扯 或者说吞噬对方身上的能量 隐隐地 还能看到 两只碰撞的手掌 站出微弱的血光 老大 麒麟连忙看向云青年 眼中有溢色 也有几分炙热 这功法不简单 云青年也沉吟道 孔元 你 你竟然偷袭我 其中一个沉着脸说道 哼 孔华 这句话应该有我问你吧 另一个也冷哼道 两人都心怀鬼胎 都出手偷袭对方 但又都质问对方 如果不是感觉到你身上的杀鸡 我又岂会出手偷袭你 嘿嘿 那真巧了 我也是感觉到你身上的杀鸡后 才决定先下手为强的 可惜啊 你居然也出手了 两人都一脸横色的看向对方 他们此时 施展着一样的功法 因为境界相同的关系 谁也奈何不了对方 有句话说得好 匹夫无罪怀必其罪 吞天明觉这样的功法 根本不是你有资格能修炼的 你还是乖乖去死 把吞天明觉让给我一个人吧 哼 要死也是你去死 我能得到吞天明觉 就说明明主选了我当他的继承人 去空之上 云青年跟麒麟 通过孔华跟孔元的对话 已经大致推断出了 两人相斗的原因 没意外的话 他们同时误打误撞 进入了民主的传承之地 双双得到了吞天明觉这个功法 两人都想 独占这个功法 因此想置对方于死地 巧合的是 他们出手的时机一致 老大 要不我出手 破坏一下平衡 麒麟看向云青年道 打破平衡便可 云青年微微点头道 麒麟身上 射出一道细微的力量 碰的一声 轰在了名为孔元的青年身上 孔元身子 顿时往后微微一斜 也就在这时 孔华抓住机会 掌中的吸扯之力猛的变重 阿 孔元顿时发出惨叫 身上的动天之力 突然圆圆不断的被孔华吞噬过去 孔元身上的血光变重 重到都形成血雾 将他整个人都包裹了起来 去空之上 麒麟忍不住咄舌 乖乖 这是什么功法 竟然能直接吞噬别人的修为 也难怪麒麟会这么震惊 哪怕是到新种魔大法 都需要通过种某种的形式 才能间接得到别人的修为 而这个吞天明觉 居然简单粗暴到 直接吞噬别人的修为 下方地面 孔元的惨叫声 变得越来越重 他身上的血气 也变得越来越浓郁 不仅如此 孔元的修为 还在以极快的速度锐减着 与此同时 吞噬他修为的孔华 身上的气息 则在不断暴涨着 约莫半个小时过去 孔元的肉身 全部化为血雾 消散在了天地之间 孔华的修为 已经从洞天境九层 踏入了洞天境极境 并且 还在冲击着半部尾先 孔华不知道的是 孔元死掉的瞬间 云青年就出手 将孔元的灵魂抓取了 云青年直接对孔元的灵魂 施展了搜魂之术 片刻后 就从孔元的记忆里面 得到了吞天明觉的记忆 竟然只是一部分 云青年眉宇微微一昼 不过 就算只是一部分 也惊为天人 云青年发自内心的赞叹道 不得不说 创建吞天明觉的人 真的是天才 这个功法的远离 真的很简单粗暴 就是直接吞噬别人修为 也滋补自身的修为 功法的性质 也很符合他的名字 吞天明觉 云青年现在观月的部分 虽然还做不到吞天 但修炼到后面 连日月星空 都能够吞噬 化作自身修为 云青年搜魂的时候 麒麟也放出神识观看 麒麟也在惊叹连连 老大 如果你将这个功法修炼到极致 等于变相帝友了 我们混沌骨兽的天赋神通 麒麟的天赋神通就是吞噬 无论吞噬什么 都能化为自身修为 不过 跟云青年在一起后 麒麟已经很久很久 唯有吞噬其他生灵了 孔元怀疑 孔华得到的传承 远远超过他 所以才会偷袭他 想从他口中得到后续的传承 云青年又说到 麒麟点头 而后说到 直接把孔华抓来 进行搜魂就知道孔元有没有后续功法了 麒麟化落 直接探手一抓 下方地面 正在冲击半步为先的孔华 身子直接漂浮了上来 发生什么事了 孔华面色一变 他感觉到 有一股强大道 让他直系的力量笼罩了他 不好 刚才的一幕 很可能被大能者看到了 孔华不傻 当下就猜到了一些原因 嘿嘿 你猜的不错 你们刚才的争斗 小爷我从头看到了尾 麒麟直接说道 面对孔华 麒麟也懒得拐弯抹角 给你一个机会 把你所知道的 关于吞天明觉的事情 原原本本告知小爷 麒麟开门见山道 麒麟之所以 没有强行出手 对孔华搜魂 是担心云青年不悦 毕竟这跟云青年对孔元搜魂不同 孔元是肉身死了 灵魂被云青年抓取过去 而孔华现在还没死 如果为了一部功法 就对他杀人越货 蓝宝云青年会不高兴 直接搜魂吧 一旁的云青年说道 通过孔元的记忆 云青年已经知道孔华是怎样一个人 两人都出生魔宗 都是无恶不作之辈 对于这样的人 直接杀了 都属于便宜他们 对他们搜魂 云青年压根就不会有半点心理负担 好厉 麒麟文言一喜 打鸡血一般的 将孔华的灵魂 从肉身里面抽了出来 第1076章 血色世界 结束搜魂后 麒麟失望的看向云青年 老大 孔华所知道的部分 跟孔元一模一样 吞天明觉对云青年有大用 用处甚至在以前的 道心肿魔大法之上 可如果只是前面一部分 吞天明觉 那对云青年来说 就太鸡肋了 等等老大 麒麟瞳孔突然一说 麒麟看完孔华 关于吞天明觉的记忆后 因为没有收获 便翻阅了他其他方面的记忆 麒麟本来也是无聊翻阅 没想到 居然有了不小的收获 孔华的记忆里面 有关于苏图图跟陈上上的记忆 麒麟瞳孔一说 深吸了一口气看向云青年道 麒麟说完 就将孔华关于苏图图跟陈上上的记忆 通过神识植入了云青年的脑海 有一点值得一提 一个人的记忆 数据量太大了 正常情况下 哪怕是搜魂 都是选择性的搜魂 所以云青年之前 搜魂孔元的时候 只看了他们争斗的原因 通过这个 得知了吞天明觉的存在 孔华跟孔元 都来自一个叫七叶宗的魔道宗派 这个宗派的宗主被称为 魔君七叶圣君 大概两个月前 魔君七叶圣君的双胞胎孙女 在无尽海域洗澡 结果被陈上上根苏图图偷窥 本来吧 看也就看了 偏偏陈上上根苏图图 都是缺德或 居然还大肆宣扬 生怕别人不知道 他们偷看了七叶圣君的 双胞胎孙女洗澡 当然 如果只是这样也就罢了 这两个缺德鬼 宣扬的同时 还对他们的身材大肆点评 说什么长得是不错 算得上清国清城 可惜山峰不够挺拔 就跟北疆的浩瀚平原一样的平 魔君七叶圣君 就是通过这两个缺德鬼的宣扬 得知了这件事 七叶圣君当时那个气啊 当场就放狠话说 要将苏图图跟陈上上 这两个缺德鬼错骨扬灰 碎尸万段 不过事情后续发展 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 原来苏图图跟陈上上 这对缺德鬼 是七叶宗的宗主的嫡孙 七叶宗跟七叶宗同为魔宗 两宗世代交好 一直都是唇王齿寒的关系 魔君七叶圣君跟七叶宗的宗主 也是有着过命交情的兄弟 有这两层关系在 七叶圣君就算因此 再怎么想杀那对缺德鬼兄弟 也不得不放了他们 不甘心的七叶圣君 在智慧七叶宗的宗主后 直接把陈上上跟苏图图 掳回了七叶宗 打算让他们 跟他的双胞胎双女联姻 此时的苏图图跟陈上上 还被囚禁在七叶宗 老大 你的两个兄弟 还真是 奇人啊 麒麟忍不住感叹了一声 麒麟原本想说还真是够贱 但话到了嘴边 又隐生生改成还真是奇人 偷看人家孙女洗澡也就罢了 还大肆宣扬 大肆宣扬也就罢了 居然还对人家的身材平头论足 平头论足也就罢了 居然连北疆的浩瀚平原的平 这么缺德的比方都打了出来 在麒麟看来 换作他是魔君七叶圣君 也非把陈上上跟苏图图乱刀 砍死不可 而且砍死之后 还要剁了喂狗 云青年也是一脸无语 当然 也只是无语而已 陈上上跟苏图图 会干出这种事 他真的一点都不意外 老大 孔华跟孔元 都是从民主传承里面得到吞天明觉 我们如果想得到后续功法 就必须进入民主传承不可 正好 民主传承就在七叶宗 苏图图跟陈上上也在七叶宗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一趟七叶宗 麒麟看向云青年道 云青年微微点头 他心里也动了前往七叶宗的念头 无论民主传承 还是苏图图跟陈上上 都足以让他去一趟七叶宗 当下 麒麟跟云青年 便踏上了前往七叶宗的路程 天明大陆一共被瓜分为四大江 分别是东江 南江 西江北江 其中西江连接明界 东江连接天兴大陆的上谷战场 南江为人族 新民族的聚集地 也是天明大陆最发达的疆域 北江则各个种族扎堆 秩序混乱 属于三不管地带 南江里面 又细分为数百个大洲 每一个洲的面积 都不在天兴大陆的永恒帝国的疆土之下 七叶宗身为魔道顶尖宗派 直接在南江占据了一个大洲 名为叶周 云青年的老仇敌 如天兜州华家 楚州楚家 荆州逢家 威州成家 这些势力 也都扎根在南江 根据孔华的记忆 这里有个隐秘的传送阵 可以直接通往七叶宗 麒麟跟云青年 飞到一座破庙上空 沉石往下扫去 破庙没有半点不寻常的地方 爱坏哭泣 一看就知道荒废了许久 云青年跟麒麟 缓缓降落 而后踏入了破庙里面 一开这尊石像 就能看到传送阵了 麒麟说话的时候 身上便延伸出仙灵之力 将石像推到了一遍 顿时 传送阵的波动 出现在了二人的感知里面 走吧老大 麒麟说道 恩 云青年点头 而后跟麒麟一起 踏入了传送阵里面 呼呼呼 传送阵发动后 两人便出现在了空间长河之中 这个传送阵 明显是远古传送阵 传送速度 比天新大陆的传送阵 不知道快上了多少倍 约末一百个呼吸后 两人出现在了另一个传送阵里面 从传送阵里面出来 云青年就看到了 一片雪色的世界 大地是红色的 被鲜血染成红色 而且岁月久远到 滂沱的大雨 都冲不掉泥土中的雪色 天空也是红色的 因为地面升腾而上的雾气是雪色的 经过长年累月的渲染 整个天空都成了雪色 老大 你 你快放出神石 麒麟像是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用急促的口吻说道 看到麒麟这副样子 云青年不由露出异色 当下 他便放出了神石 笼罩了整个七夜宗 这 云青年脸上 也出现了几分惊诧 第1077张大罗金仙的尸体 云青年的神石 在地表之下 发现了一具巨大的古诗 整个七夜宗 都是建立在这具古诗之上 因为古诗被层层阵法隔绝的关系 哪怕是真仙的神石 都不能发现它的存在 但云青年跟麒麟的神石 都属于先帝级别 因此放出后 第一时间就穿过那层层阵法 发现了古诗的存在 莫非这古诗 就是孔华跟孔元所说的民主 云青年跟麒麟 心里都出现疑惑到 古诗死亡的岁月很久远 足有一个时代以上 但就算如此 古诗依旧没有孵化 体内还保持着强盛的血气 通过对古诗的观察 云青年跟麒麟 都得出结论 古诗生前 是一尊大罗金仙 在云青年跟麒麟眼中 大罗金仙虽然不算什么 但在天明大陆 大罗金仙绝对是无敌的存在 毕竟 就算天明大陆的天意 也仅仅相当于大罗金仙 值得一提 是相当于大罗金仙 但绝对不如大罗金仙 这一点 从云青年有把握用天龙 振其拿天明大陆的天意 就能看出 真正的大罗金仙 现在的云青年 无论动用什么阵法 都不可能是其对手 不对 应该说能威胁真正大罗金仙的阵法 现在的云青年根本就没能力布置出来 老大 我大概明白 孔华跟孔元 是如何误打误撞 进入民主传承了 麒麟突然说到 孔元跟孔华 都是七叶宗的外门弟子 整个七叶宗像他这样的外门弟子数量过百万 正常情况下 他们根本没资格 进入民主传承 哪怕误打误撞的资格都没有 可如果整个七叶宗 都建在大罗金仙的股市之上 一切都不同了 孔元跟孔华 拜入七叶宗之前 来自同一个势力 两人的关系属于堂兄弟 拜入七叶宗后 两人的关系都很好 一起生活 一起修炼 如果不是意外发现民主传承 他们的关系 应该会一直好下去 孔华跟孔元 定期都会比武切磋 相互促进修为 同时也增加实战经验 今日前 他们在七叶宗的后山比武 随着战斗愈发激烈 无意中触发了神秘阵法 双双坠入了民主传承里面 两人就是在民主传承里面 各席得了吞天明觉的开头部分 因为双方都怀疑对方 有后续功法 同时也想独吞吞天明觉 所以都对对方起了杀心 民主传承 就在古诗的体内 他们无意中触发阵法 是坠入了古诗的体内 麒麟又开口说到 云青年微微点头 他的猜测跟麒麟一样 接着 他们的神识 双双扫到了 孔元跟孔华上次比武的地方 两人的神识 都发现了残存的阵法气息 不过那阵法 似乎是一次性的阵法 触发一次后就会失效 老大 我们要不要强行破开阵法 进行古尸体内 麒麟开口询问道 以他们的能脉 完全做得到 强行进入古尸体内 暂时不必 等我们见到图图跟上上以后 再决定要不要强行进入 云青年微微沉吟道 他们确实可以强行进入古尸体内 但他们这么做 绝对会被 七叶宗宗主 也就是魔君七叶圣君发现 别人不知道 七叶宗是建立在 大罗金仙的尸体之上 身为七叶宗的宗主 魔君七叶圣君 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 再者 云青年之所以 否决麒麟的体力 还因为 他发现覆盖在古尸身上的层层阵法 全部都有了松动的迹象 没意外的话 是古诗 或者说民主传承即将出世了 而且按照云青年的推断 出世时间 差不多在半个月左右 我们先伪装成孔元跟孔华 以他们的身份 在七叶宗拜上半个月 到时候 再以他们的身份 进入民主传承 云青年又想了想说道 好 那就依老大说的做 其林想都不想就点头道 接着 云青年跟其林 都放出神石 在身上布下了一个幻觉 这个幻觉 会使外人看到他们时 误以为是看到了孔元跟孔华 真仙以下的仙人 哪怕靠近我们 都发现不了我们的本体 至于真仙 如果只是远观 也突破不了我们的神石 发现我们的本土 云青年跟其林的神石 都是先帝级别的神石 他们神石制造出来的幻觉 理论上 除非先帝亲自 否则谁也发现不了 当然 因为是幻觉 所以不能被靠近 否则 就容易被发现了 走吧 我们先回孔元跟孔华的住处 云青年跟其林 当下便不行走向七叶宗的半山腰 但这个半山腰 相对于整个七叶宗 仅仅位于古诗的脚掌处 近身为内门弟子后 住处会换到古诗的膝盖位置 内门弟子在网上 就是七叶宗的真传弟子 以及七叶宗担任要职的高层 他们都住在古诗的上身区域 孔元跟孔华 拜入七叶宗上百年 最多到过古诗的膝盖位置 而且次数都在三次以内 膝盖网上的区域 他们根本没资格踏足 半山腰处 建了数不清的院子 孔元跟孔华 因为是唐兄弟的关系 所以同住一个院子 云青年跟麒麟 回到他们的院子后 便关上了院子的大门 老大 还记得我们来七叶宗的那个传送证吗 如果不是提前知道 一开始像就有传送证 我们哪怕神识扫过 也会忽略那里 云青年微微点头 他知道麒麟要说什么 麒麟的意思是 他们神识观察的七叶宗 肯定也存在着 神识观察不到的地方 诸天万界之中 从来都不乏 可以屏蔽神识的物质 比如他们此前发现传送证的那座石像 就是能屏蔽神识的物质 等天黑之后 我们就潜入古诗的上身位置 云青年缓缓说道 如果没意外 上上跟土土 应该都被囚禁在古诗的上身区域 第1078章遇到熟人 天黑之后 云青年跟麒麟 都从房间前出 身影直接没入了黑夜之中 凭借神识探路 两人避开了 途中的诸多巡逻弟子 云青年跟麒麟 都住在古诗的脚掌区域 从脚掌到膝盖 足有数百万米长 因为要避免触发禁止 同时又要避开巡逻弟子 数百万米的距离 两人足足耗费了半个多小时 到了膝盖区域后 二人发现天地间的血气 变得愈发浓郁 七叶宗的弟子 因为修炼了七叶宗 功法的缘故 这里的血气 对他们而言 简直是如虎天意 如鱼得水 内门弟子 就都是伟先修为了 云青年跟麒麟的神识里面 发现的人 青衣色都是伟先修为 从伟先一 接到伟先巅峰都有 其中也不乏一遍伟先巅峰 二遍伟先巅峰的人 这里在网上 就是古诗的上身部位 有资格住那里的 基本都是真传弟子 跟七叶宗担任要职的高层 两人低声交流 到达膝盖区域后 还在继续往上前行 从脚掌位置到膝盖区域 前进的路线 微微上斜 都属于上坡路段 但到达膝盖后 再前往上身位置 就出现了少量的下坡 以及一大段平路 最后又插上一段上坡 距离而言 从膝盖到上身 与脚掌到膝盖差不多 但从脚掌到膝盖区域 云青年跟麒麟 花费的时间是半个多小时 而从膝盖到上身位置 他们却花了整整两个小时的时间 随着血气变得越来越浓郁 禁止也变得越来越多 巡逻的弟子 秋围也越来越高 但上身位置后 云青年跟麒麟 甚至发现了 人先组成的巡逻队伍 这些人先 可不是天心大陆那种 通过气运馈赠修成的人先 他们是实打实的人先 战斗力而言 放在天心大陆 一个能打几百个上千个 七叶宗是天明大陆的顶尖势力 龟隐宗 天心圣地 是天心大陆的顶尖势力 同为一个大陆的顶尖势力 但七叶宗比龟隐宗 天心圣地 要强太多太多了 云青年跟麒麟低声交流道 顿了顿 麒麟又说道 龟隐宗 天心圣地 如果批除明河老祖 北墨老祖 封清阳 尼菩萨 他们的整宗之力 甚至比不上这里一个巡逻弟子 云青年微微点头 赞同了麒麟的说辞 到了上身区域后 二人没有停留 依旧继续前行 老大 这个圆形峡谷 应该就是古师的杜琪 麒麟说道 此时他们正在飞越圆形峡谷 甲骨下面 时步时地 就卷起血气阵阵的阴峰 这阴峰虽然 伤不到云青年跟麒麟 但还是让二人感到一阵 莫名的阴寒 对于修炼特定功法的人来说 这峡谷里面的血气 简直是巨捕之物 麒麟忍不住赞同道 莫了 还用眼角的余光看了云青年一眼 他这话 是故意说给云青年听的 重点 也在最后一句巨捕之物 对云青年 以及其他人类而言 峡谷里面的血气 只有修炼特定功法的人 才能吸收 但麒麟不同 他是混沌骨兽 他完全能直接吞噬那些血气 对麒麟而言 峡谷里面的滔天血气 比仙气潮汐都要受用 云青年哪里看不出 麒麟的心思 当下就说道 等我们得到民主传承 再来吞噬这里的血气 麒麟撇了撇嘴道 恩 那就听老大的 过段时间再来这里吞噬 麒麟是心痒难耐 现在就想吸收这些血气 但他也知道 云青年说的 才符合大局 若他现在就把血气吞噬了 必然会打草惊蛇 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相比民主传承 这些血气真的不算什么 飞越峡谷以后 两人便落到地面继续前行 约莫一个小时后 两人的视线里面 出现了两座突兀的大山 这两座突兀的大山 是古诗两边的胸口 云青年跟麒麟 林宇都微微明了下来 他们的神石里面 大山上面空无一人 甚至连建筑物都没有 这显然不可能 这两座大山 是古诗的胸膛位置 最适合先人居住 不可能会空无一人 有屏蔽神石的物质 老大 那我们要不要前上去看看 麒麟开口问道 云青年点头 并非飞在前面 往大山的峰顶处飞出 因为是夜晚 两人身影 完全融入于夜色之中 群罗的弟子 只要不靠近他们 根本发现不了他们的存在 至于神石 就更加不可能 发现云青年跟麒麟了 果然内有乾坤 麒麟说道 来到山顶后 云青年跟麒麟 就看到了一座巨大的宫殿 宫殿外面 有重兵把手 宫殿内部 灯火通明 将黑夜映照的如同白昼 老大 据我所知 能屏蔽神石的物质 诸天万界几乎每个位面都有 但数量不至于太多才对 这个七叶宗 居然奢侈道 用它打造了一座宫殿 麒麟有些则舌道 七叶宗应该是 发现了一整座矿脉 整条矿脉 都是隔绝神石的物质 云青年微微沉吟道 云青年跟麒麟 从虚空上面 降落到了 釜底无人的角落 到了宫殿内部后 两人的神石 已经能覆盖宫殿的大部分地方了 这是因为隔绝神石的物质 都用在了 宫殿的外围 宫殿内部 只有少数重要的地方 才用了这种物质 我们只需要探查 神石发现不了的地方就行了 云青年跟麒麟 第一时间往宫殿中心的大殿前行而去 他们的神石 受到了影响 但他们的视力 听觉 依旧惊为天人 来到宫殿中心的大殿外后 两人都将身影 融入了皮修石像里面 老大 那 那不是我们在银家看到的文姓猴吗 藏入石像里面后 两人的目光 便看向了大殿里面 此时大殿里面正在摆焰 与云青年麒麟 有过一面之人的 赢家的文姓猴 此时就坐在奢华的餐桌的主兵位上 老大 文姓猴 提到你名字了 第1079章到曲展天 大殿里面 一共七个人 坐在主兵位上的是赢家的文姓猴 另外六人 从修为来看 必然是七叶宗的高层无疑了 云青年跟麒麟的眉宇 不自觉凝重了下来 他们从未低估过七叶宗 尤其是七叶宗的宗主魔君七叶圣君 在他们预计中还是真仙巅峰的高手 他们没想到的是 这里遇到的六个七叶宗的高层 竟然各个都是真仙修为 另外 赢家的文姓猴 竟然也有着真仙修为 老大 赢家果然对你不怀好意 麒麟的眉宇 突然又冷了下来 同样含下脸的 还有云青年 文姓猴跟他们的谈话 提到了云青年 而且直言不惠地 希望七叶宗能够帮他拿下云青年 老大 我知道那六人里面的其中一人了 根据孔华的记忆显示 他是七叶宗的长老 麒麟这时候说到 孔华身份卑微 很久以前 曾远远看过三长老廖文渊一眼 另外五人 有资格跟廖文渊坐在一块 而且同为真仙修为 应该也是七叶宗的长老 云青年微微点头 对麒麟说的并未感到意外 文姓猴直接称呼他们为七叶宗的道友 同时又跟他们说 希望七叶宗能帮忙出手拿下云青年 文姓猴这席话 已经变相透露了 这六人可以代表七叶宗 麒麟所说的三长老廖文渊 就坐在文姓猴的旁边 他这时开口道 使龙的面子 我们七叶宗自然要给 不过文姓猴 你至少要告诉我们 为什么要拿下云青年吧 没错 另外几个七叶宗的长老 也都开口说道 我们可以帮你拿下 但我们要知道原因 而且据我们七叶宗得到的资料 云青年如今已经是天兴大陆的第一高手 连天兴圣主风青阳都败在了他手中 如果没意外的话 天明跟天兴两个大陆 彻底合并一块 就会诞生天命之子 而云青年 极有可能就是这个天命之子 所以我们需要文姓猴 给我们一个理由 一个值得我们为你们赢家冒险 拿下云青年的理由 大殿外面 身子融入皮修十项里面的云青年跟麒麟 都是通过读懂他们的唇语 来推断他们的具体对话 云青年听到天命之子四次以后 唯语瞬间宁了宁 一瞬间 他似乎恍悟过来 使龙 尼菩萨等人 为何要置他于死地了 任何一个星球 只要出现天命之子 那么这个天命之子的天父 七韵 都会是这个星球最强的一人 天命之子 顾名思义 就是天命的后义 野兽都懂得互读字 更何况是天命 文姓猴听到七叶宗的六个长老 说出天命之子四次以后 面色猛的一变 七叶宗的道友 你们这话在我这里说说也就罢了 可不能到外面也这么传 文姓猴一脸慎重的说道 我们赢家要对付云青年的原因很简单 一个月前 云青年到我们赢家做客 但却盗走了我们赢家一件重宝 我们主上对此尤为震怒 所以下了死命令 要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捉拿云青年回去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捉拿 大殿外面 融入皮修石像里面的云青年 两只眼睛完全眯了下来 他跟文姓猴第一次见面 还算愉快 两人都给对方留下了十足的好印象 这才多久的时间 文姓猴就能当着其他人的面 污蔑他云青年到取了云家的宝物 尤其是文姓猴最后那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捉拿 等于在变相告诉七叶宗的六个长老 云家非杀云青年不可 不知是何宝物 能让史龙这样的大人物都震怒 七叶宗的六个长老 顿时起了疑惑 一把剑 文姓猴眼都顾眨一下的说道 这把剑名为斩天 被云青年到走后 便一直被他背上背上 另外 有句话我就直言了 我们赢家请你们七叶宗出手 并非白白让你们出手 所以 对于这把剑 你们最好别起歪心思 否则休怪我们赢家不客气 十项里面 云青年眯起的两只眼睛 直接闪过了一道寒芒 低声猛笑道 原来我盗取的是赢家的斩天神剑 老大 赢家的胃口还真不小 居然觊觎其老大的斩天神剑了 麒麟也在旁冷笑道 斩天神剑应该只是一部分 使龙真正针对我的 应该是天命之子 云青年心里虽然杀机盎然 但还不至于被冲刷理智 另外 尼菩萨对付我的理由 我也大致推断出来了 尼菩萨一心想窃取天心大陆的气韵 但气韵可没那么容易窃取 否则几百年前 尼菩萨也不会以失败告终了 两三百年前 尼菩萨被逐出天心圣地 就是因为他盗取天心大陆的气韵 当然 结果是失败的 若是他成功 两三百年前 天心圣地就落入他手中了 我奇怪的是 文信侯怎么会找上七叶宗 云青年突然又说道 他跟麒麟 会来到七叶宗 完全是机缘巧合 换句话来说 他们在来七叶宗之前 都不知道他们会来七叶宗 赢家又是如何得知的 就在这时 七叶宗的三长老廖文渊开口了 文信侯大可放心 赢家的东西 就是给我们十个胆子都不敢觊觎 当然 文信侯既然许诺了我们好处 我们也不会跟你们客套 不过 我有个不解的地方 你们赢家 为何找上我们七叶宗 另外五个七叶宗的长老 目光都紧紧地盯着文信侯 很显然 他们心里也在好奇这个问题 他们七叶宗 与云青年没有半点瓜葛 甚至不说瓜葛了 他们连云青年面都没见过 云青年跟麒麟 此时也紧紧盯着文信侯 生怕错过他一个唇语 文信侯淡淡一笑 并未马上答话 而是拿起酒杯 放到口中轻轻抿了一口 而后才开口说出理由 第1080章 云青年怒了 文信侯抿了一口 酒杯里面的酒后 才缓缓开口道 我会找到七叶宗 原因很简单 苏徒徒跟陈上上 此时就被囚禁在七叶宗 听到苏徒徒跟陈上上 这两个名字 七叶宗的六个长老 面色都微微一变 苏徒徒跟陈上上 可不是普通人 而是七煞宗宗主的嫡孙 如果不是魔君七叶圣君亲自出手 整个七叶宗根本无人 敢抓苏徒徒跟陈上上到七叶宗 毕竟七叶宗的宗主 无论修为 手段 都不在他们七叶宗的宗主之下 名义上 苏徒徒跟陈上上 现在是被囚禁在七叶宗 可实际上 他们现在在七叶宗 除了行动受到限制 七叶宗完全用最好的资源 在招待他们两个 七叶宗的三长老廖文渊 当场就说道 文信侯 有个问题 我要纠正一下 苏公子跟陈公子 不是被囚禁在七叶宗 而是在七叶宗做客 囚禁 做客 是两个概念 整个七叶宗 也只有宗主魔君七叶圣君 敢说出苏徒徒跟陈上上 是被他囚禁在七叶宗 七叶宗的其他人 敢用囚禁二字 完全就是在找死 廖文渊旁边一个长老 也接着开口道 根据我们了解的信息 云青年确实跟苏公子 陈公子认识 但文信侯你 如何能肯定 云青年会因为他们 来我们七叶宗 有一点值得一提 无论廖文渊 还是现在开口的长老 对苏徒徒跟陈上上的称呼 都是公子 文信侯但笑一声 说道 云青年跟苏徒徒 陈上上 可不是简单的认识 而是异性兄弟 只要云青年知道 苏徒徒跟陈上上 现在在七叶宗做客 就一定会来七叶宗 营救他们 文信侯这次没说囚禁 但却特意咬中了 做客的发音 并且末了 还补上一句 一定会来七叶宗 营救他们 文信侯 你可知道 现在整个天明大陆 都已经知道苏公子 跟陈公子 即将迎娶我们 七叶宗的圣女 云青年如果是他们的兄弟 又岂会来破坏他们的婚事 廖文渊当即就说道 诸位道友 你们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现在跟你们说的 不是云青年会不会来这里 文信侯摆了白手 说道 而是 云青年若是出现在七叶宗 还请你们出手拿下云青年 大殿外面 皮修石像里面 云青年跟麒麟 这才恍悟 原来文信侯 不是未卜先知 算道云青年会出现七叶宗 而是通过苏图图跟陈上上 猜测云青年会出现在这里 诸位道友 这是我们主上 让我转交给你们宗主的信 文信侯说着 突然从空间戒指里面 掏出了一封信间 只要摩君七叶圣君 看过我们主上的信 就会让你们全权配合我 廖文渊等六个长老 都半信半疑地接过了信间 老六 你现在就把信送达宗主 七叶宗的三长老廖文渊 看向其中一个长老说道 好 被称为老六的长老 接过信后 身子直接瞬移消失在了大殿里面 下半夜 云青年跟麒麟 回到了住处里面 文信侯的出现 确实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同时 也预示着 他们进入民主传承 会出现很多变故 老大 天命之死这个事 你怎么看 回来后 麒麟就开口问向云青年 应该不会是我 云青年想了想说道 任何星球 如果出现天命之死 最多只有一个 而大部分星球 都不会有天命之死 原因很简单 天命之死太难诞生了 有着诸多 近乎苛刻的条件 首先 有资格成为天命之死的 就必须要有精彩绝艳的天赋 是那种 真真正正 哪怕放在仙界 都算得上顶尖天才的天才 几个月前 死在云青年手中的 被誉为至尊天骄的第一圣子 跟太子肖无惧 已经是天心大陆天赋最高的两个年轻一辈 但就算是他们的天赋 都没达到 入选天命之死的标准 当然 云青年的天赋 远远超过了天命之死的标准 但除了天赋外 云青年有很多方面 都没达到入选天命之死的标准 比如 天命之死 就必须是土生土长的本土生灵 云青年出生在天心大陆 倒符合这个要求 但除了必须是土生土长 还必须是在本土星球成长起来 这一点 云青年不符合 因为云青年十五岁的时候 就已经去了仙界 并且在仙界花了三千年 成就了先帝伟业 说白了 云青年除了 是在天心大陆出生 剩下的 根本就不算天心大陆的人 他在仙界 生活了三千年 但在天心大陆 却只待了十几年的时间 严格来说 云青年应该算是仙界的生灵 除了天赋 出生 还有不少其他因素 只不过相对而言 天赋跟出生 占据的比例更大罢了 接下来的下半夜 云青年跟麒麟 都取出了仙灵之夜修炼 他们各自拥有的仙灵之夜 足够他们修炼到尾仙二层 乃至尾仙三层 转眼 时间就走到了次日清晨 云青年跟麒麟 都还在修炼的时候 一条消息 迅速传遍了七夜宗 并且 还在极快的速度 从七夜宗 传向整个天明大陆 云青年中午顺利 踏入尾仙二层 结束修炼 得知这个消息后 整个人都怒了 同样愤怒的 还有麒麟 七人太甚 赢家七人太甚啊 老大 我们别忍了 先想办法做了文信后 麒麟脸上全是猙獰 浑身散发着杀气道 好 这一次 云青年没再以大局为重拒绝麒麟 而是一口音下了 也怪不得云青年跟麒麟 都会这般愤怒 这般杀鸡盎然 传遍七夜宗 再从七夜宗 传遍整个天明大陆的消息 跟苏屠屠跟陈上上有关 而且对他们极为不利 不利到 已经威胁到了他们二人的性命